嗨 皆さん 今天我跟大家介绍的是生活短句 上次我介绍生活短句的时候 很多人留言给我说 老师喜欢 不错 有一些人就是有帮我按赞等等 所以就是决定就是继续介绍给大家 一些生活上采用到的短句 那当然我就是除了那个生活短句以外 就是会继续介绍一些新的主题 那如果大家喜欢或者有什么意见 给我留言或者请帮我按赞 这样我就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那今天我跟大家介绍的是三个生活短句 第一个 そうかな 第二个 どうしよう 第三个 マジで 这三个生活中常听到 特别是跟朋友的对话 比较关系亲的人的对话里面会常出现 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那我们就是一个一个介绍 第一个 そうかな そうかな 它的意思是 是吗 我是不这么认为 我不觉得 就是主要是 不同意对方的看法的时候会用到 那我们就是看两个对话 然后了解一下 第一个 A说 このパン 美味しね このパン美味しね 这个面包 很好吃的 很好吃对不对 然后B说 そうかな そうかな 它的意思是 是吗 我不觉得 对 那后面 也可以说 私は あまり好きじゃないな 我是 没那么喜欢 所以 そうかな 后面 通常就是 跟 对方 不同的看法 然后 我们再看一个 A说 彼かっこいいね 彼かっこいいね 他很帅吧 他很帅 对不对 然后 B说 そうかな 比如说 是吗 我不觉得 那后面 也可以说 私のタイプ じゃないな 就是我的菜 的意思 就是 私のタイプ じゃないな 不是我的菜 OK 所以 そうかな 是 是吗 我不觉得 那个意思 好 看一下 第二个 どうしよ どうしよ 他的意思是 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的那个意思 好 那一样 看两个对话 第一个 どうしたの 他的意思是 怎么了 怎么了 然后 比如说 どうしよ どうしよ 鍵 なくしちゃった どうしよ 该怎么办 鍵 要是 なくしちゃった なくします 把钥匙弄不见 好 那 ちゃった 口语里面 常常出现的 ちゃった 是有一点 不小心 或者遗憾的 那个意思 所以 该怎么办 不小心 把钥匙弄不见了 OK 好 我们再看一个 他说 どうしよ どうしよ 鉴筆忘れちゃった どうしよ 该怎么办 我忘记带 铅匙弄了 那 一样 ちゃった 就是不小心 遗憾的意思 那 比如说 じゃあ 鉴筆 かして あげる 那 千比 借给に OK 所以 どうしよ 该怎么办 那个时候 会用的 好 我们就看一下 第三个 マジで マジで 他的意思是 真的吗 真假 那种时候 用到 这个 マジで 是年轻人用的 说法 所以 最好 不要乱用 对 如果 要跟公司的人 讲的话 要用 本当ですか 本当ですか 这样就比较礼貌 跟朋友的话 マジで 这样就好了 OK 那 一样 我们看一下 两个对话 A说 来週 台風が 来週 下週 台風要来的 样子 听说 好像是 这样 那个意思 然后 B说 マジで 真的吗 真假 那种感觉 OK 那再看 第二个对话 昨天の試合 昨天的比赛 日本が 勝ったんだって 昨天的比赛 好像日本赢的样子 だって 也是就是听说的那种感觉 然后比如说 マジで マジで 真的吗 真假 所以 マジで 那个感觉 是有一点 惊讶的感觉 真的吗 那种感觉 OK 像 らし だって そうです 听说的用法 我会找时间 介绍给大家 OK 那今天学到的是 そうかな 是吗 我不这么认为 どうしよう 该怎么办 マジで 真假 真的吗 这三个用法 一定要学起来 OK 那就今天的课到 这边 拜拜 拜拜